7月28日央视将转播奥公赛女单半决赛刘诗文vs何卓嘉,比赛什么时候开始,你看好谁,何卓嘉与刘诗文的半决赛,将在28号下午16点30分进行,央视将进行直播,从情感上,希望何卓嘉获胜,甚至希望何卓嘉能,最终拿下女单冠军,但从理智上分析,刘诗文获胜的可能性更大, 何卓嘉跟伊藤美成打法一样,都是克力选手,只不过伊藤美成是反手升胶,力量足,速度快,落点飘忽,以搏杀凶狠制胜,而何卓嘉是半长焦,凶狠不如伊藤美成,但更加稳健,何卓嘉能击败伊藤美成,跟何卓嘉充分发挥自己特点有关,也跟伊藤美成心态失衡有关,香港公开赛,何卓嘉连胜杜凯琴, 冯天威,刘诗文后接受媒体采访,他们是明星球员,我跟他们打,心态比较好,刘诗文是大明星,我就抱着学习态度跟他打,赢一分就是赚一分,最终何卓嘉4比3击败刘诗文,爆出冷门,奔赐澳大利亚公开赛,何卓嘉击败伊藤美成后,也说3比0领先时,自己心态出了些变化, 很渴望赢得比赛,之后两局对手的回球质量超乎我的想象,当时我只想多上台,扛下这场比赛,由此可见心态的重要,刘诗文香港公开赛输给何卓嘉,同样道理也是过于放松,毕竟何卓嘉过去只是陪练, 目前排名在世界200名以后,刘诗文有些轻敌,但是,输给何卓嘉,本次公开赛何卓嘉又拿下了伊藤美成,刘诗文还敢再轻敌吗?所以,以刘诗文的技战术水平,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,只要重视比赛,不可能会再次输给何卓嘉。